好 这把四个满边队 是的 但是这个坑内 你又还比较吃两边的压力 Pyro看到一个侧身 没有任何掩体的换身 但是对方有枪械 自己也倒了 一环一 Heroic又来劝架了 Heroic又一把枪拉上山了 Heroic拉上山了一把枪 南南这个点是没办法 下山就直接被打掉了 只剩明一个人在坑内 Pyro在这个时间也要花时间去扶人 是的 Pyroic直接拉出来开始收割了 这个位置的话高达地 有个很好的时间有 是一瞬之间New Happy 一生最后一个了 在烟雾当中强行 要把队给拉起来 但是这个高处是也太好了 不断往烟里扔头之物 有一个在狂混一 两把枪直接自动步枪 直接在烟里狂扫 感觉这个分势要被全部拿下了 但是这个找到机会出手了 Clexi被放倒 但是好像是在半破有机会救吗 名字又击倒一个 名字又击倒一个 是的 Pyro的话是因祸得福 还不错 连续给Heroic是造成两个击倒 对要等蓝圈把Heroic的高点 确实 而且现在目前Heroic一直在帮助Liquid拖住Pyro的一个进攻节奏 是的 小英雅 Ticc雷 直接炸到脚下 BinB被炸倒了 其实Heroic只剩一个了 是的 Heroic只剩一个人 这个星星能吃到吗 Pyge应该是已经连续倒地 次数过多啊 所以流血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还是T-Boon 还能踢蹦 踢蹦那个位置在烟里 那个烟是他自己封的 Pyro应该知道 下山路上还是会被Liquid看到 不太好下 哇 Mairo两枪 Ebiza 好像是两枪头把Ebiza秒了 对枪对倒这边出问题了 这边Pyro要选择去进攻 这厕所这个位置是可以 还是要解决厕所这个位置 现在Ebiza整个说是战术性放弃 我觉得对于Pyro来说是直接强冲 先把Ebiza这个点先拿下 这个石头阵非常不错 是的 能驾车阵 先保密 反手卡一下Max 最好是先续烟 先续测身烟 打一个方向的人 不用着急 金宝侧侧一起把Tim宝放倒了 是的 他们的角色好像就是 让Tim宝侧先去卡HeroEck 他们不管HeroEck了 是的 金宝和经典的一打一 麻木倒了呀 这边Pymi把金宝给打倒了 这波越来越是上去了 立功 那这样的话Pyro正面是一个三打一 Max已经完全被架死了 Pymi身上烟应该不多了吧 好像也没什么铁包的机会啊 最后Pymi是倒在了小铃铛的枪下 三打二 现在Liqure的枪线完全被分割 Pyro现在目前 两边都要进圈 Max Max没淹了 是的他没淹 没有任何的这个金关系投资 我也没有包比铁 YES 这一场打到了 三打一 只剩Clip一个小铃铛 Pyro 第一场直接拿下 首尾呼应应该是 昨天尾部 两连击 对两连击了吧 六个虽然说淘汰数量不是很高 但是我们看到最后